万众期待的如意传终于开播,尽管之前就对这部剧的超豪华阵容有心,准备,但没想到前清宫里,就连公公也这么帅,被称作史上最帅公公,真的不是闭眼吹,对不起,第一眼还以为这是黄庆国期? 没眼尖头,出的完全是贵公子气质,但是公公有点眼熟嘛,在定睛一看这,是前段时间不扶尧时,被骂上热搜的渣男大师兄嘛,确认过眼神,是那个想打爆头的渣男没错,扶尧中的大师兄燕金城,也就是如意传中的公公李玉,扮演者饰演员黄又明,渊明黄明,凭借着扶尧中渣男的角色,黄又明圈为一大波, 是的,你没有看错,不是暖男角色,也是霸道总裁,黄又明饰演的燕金城,一边背负着家族的使命,一边有深爱着扶尧,深陷在爱情与前途的抉择中,黄又明把人物内心的纠结与挣扎表演了,离尽致,终于 这次看戏群众们没有从角色上升正主,足见大家对黄又明演技的肯定了,其实黄又明的演戏生涯已经有13了,参演的影视剧超过40部,妥妥的,细骨热正,无论是金玉良园里的顾长风,是我们即将逝去的青春里的赵世勇, 80号的明远,还是珊珊来了里的正奇,活泽生香的文士圈,他都把人物诠释得很大胃,并且一直在尝试挑战各种类型的角色,回到现实生活中,小哥哥爱吕,行,爱美时,完全是一枚阳光而在被骂扎男时的回应,真是相当可爱了,特别喜欢健身,私心的放两张锁骨和手臂线条大家品一品,要去锁骨, 游泳的朋友们排一下队,说到这一定要提一下,小哥哥的时尚品味,有衣服架子的身材和会穿衣服真的是两码事,但小哥哥做到,想让朋友圈的男孩子都爱学,一下出门应该怎么穿,游客照怎么拍出时尚大片的感觉,还是重等狂漠,经常发粉丝牌子,点赞粉丝微博,还会同加粉丝群股动,羡慕,嫉妒, 但是这些都,是最全本的地方,最全本的是黄又鸣,对演戏术,十年如一日的认真和坚持,每一个角色他都会仔细琢磨,由自己深入的思考和解, 在芙蓉中他饰演的燕京城,即使是一个注定,淘喜的角色,他也没有敷衍带过,而是赋予了角色内涵,让人物真正走入观众的内心,这次在如意传中,他扮演的是钱庆功达总管李玉,作为至终贯穿主线的关键人物,李玉即是如意的心腹,是如意建商,上的的,主公, 同时也是皇上身边的贴身总管,一直陪伴在皇上身边辅佐,身处勾心斗,脚的内挺,双双必须时刻保持在线,李玉这个角色的复杂程度, 言而遇,十分期待黄又鸣这次会怎样诠释这个角色,答案大家就去剧中寻找吧,却具志成快安排上。